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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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密码键盘 是密码发送 后来银行一看不听 这个密码发送 万一这个柜台就看得到怎么办呢 柜台虽然写出的是新号 但是存在电脑里面是密码 就是密码传送 这个过程就是传送 后来是感觉 改成 DES加密算法的密码键盘 所以敲了六位密码 传到机身中端的时候是加密的 是吧 这个时候你虽然这个键盘到中端 只有那么长的距离是吧 从贵员外面那个床台 一直到那个中端 只有这么长的距离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建立什么 可信目击是吧 这个传送是改成加密密码键盘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个过程 因为那个早期的时候 妙见法是不加密的 从柜台外面传到那个中端里面 这段是明文 明文的啊 明文 虽然机身体里面呢 显示是信号 但是我作为智慧中端的看法者 我可以把那个信号变成可显示 我可以再读到 所以它传进去的时候就是明文 但是变成了那个加密码键盘 以后呢 那我就看不到了 因为机构中端处理的时候 你比方说你敲的密码是 565656 是吧 但是 柜台中端看了是不是信号 因为我们只要把 因为这个地方 不论你敲什么进来 我收到以后 我中端收到以后 都显示一个字符叫信号 但是存在机构机里面 就是565656 是吧 所以 中端的人看不到 但是我作为后台 还有作为我们计算机中端的 开法者 我能看到 因为你存在是5656 所以这个地方有影范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 5656 这个妙金坛 发生的5656这个数字 加密 加了密以后 你再上过去 你就不是5656 那不是你骂我 这个事就是吧 保证的这段事情是可及不定 是安全的啊 另外一个是科体 被调整的程序 或预存取的数据 必须进行 控制等资源和目标 如网络中文进程 等活跃因素 还有数据元素 各种网络服务和网络 还有网络设备 与设施 像这个科体的网络设备 还有设施 是吧 还有这个数据 是吧 这些东西呢 是必须控制的 尤其是我们的那个 数据不能被泄密 那假设你们要去那个 应聘的话 他就问你 你这个网络安全里面 你这个数据 怎样不被泄密啊 假设你去了互联网 是吧 互联网里面的用户 那你这个数据 怎么 怎么 让那个 不被泄密呢 你是这么纯粹 带着我的 万一带到我数据库里面 怎么办 是吧 这个 这些东西是吧 要放过墙 是吧 要访问机制 来使这个什么 这些资源来 不会访问 进行控制 那么呢 就这样 这里叫什么 安全访问策略 这一套规格 就可以确定你 是否对客体 拥有的访问能力 它进行了 主体 客体的访问的 主要的一个 方式 方式 读 修改管理 用户A的读 修改管理 你看 对目标Y的 就没有任何权利 对目标2的 有读修管理 对目标1的话 对用户 这些目标Y的 有读修管理 用户A的读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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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访问局的 这个访问局的 这个访问局的呢 我们用那个ERP系统 ERP系统 ERP系统 ERP系统就很 是吧 因为你碰到某个电话 你对你的 不同的业务需求 对吧 比如财务 然后财政的最终 它是有 服务感 对吧 比方说这个人力资源 它是这个 劳累人士的 人才 对吧 比方说你是这个仓库的 那么呢 你可能就是要 对你的这个 互损计修管 是吧 你比方说你是这个 消质的 你可能对什么 全是量啊 全是量的 修管是吧 对你的工资 这些东西 是吧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权限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够全是读 修管管理 那你不行 是吧 这个防控控制 主要是对进入网络 和系统的一个防控制 那么首先是这个 网络防控制 这个网络防控制 这个网络防控制的话 这个我们相对来说 比较熟悉一点点 但是限制外部 对网络服务的一个 防问 UX这个东西 网络防控制的话 这个网络有原IP地址 原档口 目的IP地址 有目的档口 我们这个一般的话 这个防控制 都是对这个IP 进行一个一个限制 是吧 一个麦克服务限制 那么这一个麦克服务地址 这个PC 这个麦克服务地址 那么这个麦克服务地址 进行这个验证 你们想想我们 不是那个 都是一个麦克服务地址吗 是吧 登记完以后 就能进去是吧 你换一个机器 你要改麦克服务 是吧 把麦克服务地址 改一下 登记的 你可以进去了 是吧 你的内容器也是 把内容器设成 你登记的麦克服务 你可以进去了 是吧 所以就是 它本意呢 就是说 麦克服务地址 要一样 是吧 登记的麦克服务地址 可以改 所以改成一样的一些 是吧 但是它作为最早期的话 就是 这个麦克服务地址 登记的 但是在大型的网络里面 这个麦克服务地址 你不知道 就是你自己登记的 你知道 但是别人登记的 你不知道 是吧 别人登记的 不知道的话 你就还不了 排统就是 那个系统防控制 系统防控制 系统防控制 是以文件系统为例 的属性 有用户 有组 有资源 有文件 有权限 那么这个系统防控制 里面 最重要的是这个组 这个组的话 是 是安全管理的 一个单元 这个单位的话 这个组的话 这个 和域 它是人家一起的 它们容易形成一个 防控的一个 权限控制 提供这个 那么系统呢 这个 通常会有防火墙 来实现这个防御 系统防控制 为不同用户 互以不同的主机 支援防控 权限 超系统呢 提供一定的功能 就是系统防控制 那么系统防控制 我们一般 是一个 合法的用户名 与考虑 好 这就是一个 合法的用户名 与考虑 用户名 是PS 你猜 嗯 口令是一样的 就是五六 这个口令很简单 是吧 我相信你们所有人 都以前都受到的口令 那么如果用户名 以口令正确 只要允许 只要允许对系统防控制 是吧 我刚才讲过了 你们就是判断 一辅用户名等于 Gas password 等于才是五六 是吧 然后OR1-1 对它语气永远规真 是吧 嗯 应该就在哪儿输入 在这个口令地方输入 OR1-1 是吧 在前面加个引发 前面得加个引发 它提出对问题啊 好 那么这个UNIC系统登录 那系统登录 那系统登录的话 UNIC系统啊 是一个可供多用户 同时用的多用户 多用户 多用户分时的操作系统 好 这个UNIC系统呢 它是一个分时的 它因为它是低台机器 它不可能同时给它 是吧 它才用分时的 就是你用一下 它才用一下 你用一下它才用一下 是吧 真实的 好 然后呢 弄成一个箱使用 用一个箱的用户 必须相应这个 开送的管理员 存几个带号 才能使用操作 因此的带号 也成了这个 用户进入箱的什么证 好 就是你在那里 得有一个用户 存几个带号 这可以理解 对 这个文件 密码 这是码 用户 这是打开的文件 就是打开的文件 入腿是超级用户 两个特别的用风帽分开 其含义是登录名称 口语用目标号 主标号 由不及时目标 它对标的号 它没有这个密码在里面 你放进去 所以你看这个文件里面 看不到它的实际密码 是吧 你看这有用目名 是吧 那这个口语的话你看到 这个给你什么 登录名称 你看这口语用目标的号 你给你 给你金带号里面 你不说了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金带号里面 隐藏了什么 这也是口语 后面有点什么 用目标的号 标的号是100 主号都是100 这不可能在一个组里面 用目标的号 如果你进去的时候 给你一个标的号 是吧 然后用目标的目标 一般都在这个主页 手页的这个 该设计程度里面 它一般都是这种精神 就是在这个目标里面 是吧 然后你要看别人 这个进程号也很有意思 就是CAT PIB 进程号 对了 把别人进程号给调查 好 后来95年以后 这个XP就出来了 首先它会有一个强制性登录 使用Ctrl 2DL组件 是吧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 我们用这个强制性登录 这个可行入行 那么入行者的可本模仿令 都是2014个登录界面 强制登录 可以阻止欺骗行为 就是说 就是入行者 他可以模仿你登录界面 帮你干一个 那么你把一无名码 修出去了 是吧 给你模仿一个钓鱼网 钓鱼网页 是吧 你把一无名码修出去了 别人就可以远程登录 是吧 所以你每次按卡 就2DL组件登录 黑客是进不来的 但是你晚点一天 突然冒出一个 突然去使用 啊 请去使用无名码 那就有可能是 黑客设的陷阱 是吧 那你掉进去了 那就 没办法 没人揪你了 是吧 好 事实上我们讲什么 事实上就是比如 啊 比如 你这个 听的这个 听的MP3 是吧 听的歌 是吧 听的歌 然后后来 按下这个 Ctrl 奥特DL键 说实话 会唱这三个界面 是用程 多变一个屏幕保护 也可以在网络下 边修改密码 边听MP3 不会有目码在后台 托手记录吗 因为不会 因为你看清奥特DL键 这个键是强证度的 但是别人改不改不了的 是用户出来的 别人进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安全车位上面呢 只有Winlog 就是CtrlDL 按下去以后啊 可以访问到这个 Winlog界面 其他两个桌面呢 只能访问 所属进程 因为使用户进程 在SARS激发后 就是按键键以后 按键键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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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会被SARS 那他们也不能访问 Winlog桌面 以偷窃 用户可用 这就是 Windows特色的 可信路径 道路的实践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可信路径实践 就是它 它进入你 这个CtrlDL按钮以后啊 其他两个进程 防不了 防不了这个界面 防不了的话呢 那那个木码呢 也已经防不了 黑客也防不了 是吧 它就是自己拔 它是 它是这样的可信路径 那么这个防止者就是说 这个密码呢 你输的时候呢 那肯定是 不会被变成 到前 肯定不会被变成 到前 好 那么登录中间呢 会用到一些组件 这个登录啊 这个Windows特色的 一启动以后 就让你输入 一个密码 好 这个时候 这个登录 你去里面 这个点一个 也不是这个文件 它是 Windows特色的 网络间谍啊 这个如同病毒 跟病毒通过Email 传播 就是说 这个Windows特色 系统里面的文件 但是呢 这个病毒的这个文件 它也要运动 一点点 所以你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 你是感染还没感染 所以病毒它取的 名字的话呢 它取的被 新的名字好像是一样 所以你杀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杀谁 但是它唯一 它是个消息 感觉是的 那些消息是什么 反正就是说 它被冥状 维言识意的话呢 被新的文件 很像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人群病毒 是一个网络间谍 是吧 另外一个图形化 识别和验证 就是你输入 密码的时候啊 是一个图形化东西 对吧 那个图形化东西呢 有个DINA 这个DINA啊 DINA是什么东西呢 是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和Sortification 是个图形化 识别和验证 它是几个动态的数据 它是几个动态的数据 和文件 被Winlog.1滑水交易 为其提供 能够对用户身份 进行识别 和验证的暗示 并将用户的帐号 和密码 返回给Winlog.1 在登附近的帐号 有关译屏幕的 我得进这套床 就是DINA的显示 显示的 那么这里面就有个 并组档间 一些主题设置软件 用于StyleXP 就是主题的XXP 可以指令Winlog 加载商家自己开发的DNA 从而提供不同的 Windows XP的界面 由于这个修改出现了 道具 账号和密码的公码 所以这个DNA的话呢 它有这个问题 它虽然提供了个方便 是吧 提供了你可以改 你可以设置 是吧 你可以设置这个软件 那么你设置这个软件 设置这个主题 是吧 我们在这边可以设置是吧 设置完以后呢 好 你可以设置是吧 你可以设置行 我这个主题软件里面 加个木码 加个密码 你用我的这个主题软件 和密码来设置 我都很漂亮 是吧 我都黑客设置的 肯定很漂亮 是吧 然后你用我的主题软件 和密码 然后你盗取你的账号和密码 这样也可讨论 一种是针对这个欢迎屏幕的 因为你这个欢迎屏幕 你可以设置嘛 好 那我给你来一个设置的 在这顶家的密码 它说我应该设置 提供一个欢迎界面 当用户输密码后面 用户输密码 而用户就全然不知 所以建议大家 不要用欢迎屏幕的东西 而要谴责安全的密码 你自己保存到 Systems in the system the window will drop in data 该密码会屏蔽 以欢迎屏幕方式登录 和用户输密码 你会屏蔽Ctrl-RD-L的零件 还有这一点呢 是这个黑客的高频之处 是吧 你一按Ctrl-RD-L 按不了了 诶 是吧 只能用我登录 只能用我登录以后呢 登录完以后 我就把这个口都给你 拧下来了 然后呢 通过密码才发动 是吧 密码发动以后呢 我就成功了 获取你的这个 机器的应付密码 是吧 这就是什么 GNA的密码 另外一个是本地 授权安全授权服 LSA LSA是本地 Local Security Authority 是本地安全授权的 这Windows系统中的一个相当照料服 这个所有的安全认证呢 都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服务 它是从这个 Winlog.xd 都获取用户账号的密码 然后通过密钥机去处理 并和存储 在账号数据库中的密钥机对比 如果对比结果匹配 LSA就认为用户的身份是有效的 允许用户登通权机 如果对比的结果呢 不愿 LSA就认为用户的身份是有效 这是用户的就无法登通权机 这个LSA的话呢 它是一个安全的授权 它比较你的用户 密码 是吧 和我这个机器里面存的 一样 如果对了 那么就过去 如果不掉也不行 这里面呢 有个漏洞 震荡波如虫 就是利用这个LSA 远程环程去递出漏洞 而获得相对方前线 尸体来攻击电脑 你这个东西存的东西 不是很多是吧 有些 那么远程的时候呢 我这个它缓冲区就会移除 一移除的话呢 一移除我这个数据区和整理区 就不够了是吧 那我这个缓冲区 这个数据区 就会放到程序区 这个缓冲区的漏洞 一移除漏洞的一个原理就是 数据区故意庞大 数据区故意庞大以后呢 就数据区存不下了 它就会什么 计算机不会把它丢掉 就把数据区的任容 就会放到什么 侵犯到程序区 看两个程序嘛 数据区满了 就会放到程序区 程序区里面造成程序是吧 但是数据区里面呢 不光是数据 数据区里面的话 黑客人 会把数据区的后面部分 就是程序 正好覆盖到你的这个程序区里面 它还定好多地址 所以呢 你这个程序呢 就会那个 黑客程序复盖 这样的话呢 记得打到什么 获得这体能最高权限 来攻击你的电脑 它就利用这种原理 刚才说的 就是数据区的东西 满了 移除 到程序区 把程序内容给覆盖了 而覆盖的东西 恰恰就是这个什么 是黑客精神式的程序 在这里开始运行 然后 要不是这黑客程序 怎么到你地方来的 它必须有一个路口 是吧 它不可能 考到你的程序区里面 不可能是吧 通过数据区 因为数据区是唯一的一个什么 接收数据的一个窗口 当它买了以后 就算你不会把它丢掉 把它放到程序区 好 程序区好了 就进来了 是吧 就覆盖了你的程序区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 黑客程序就自然而然 就掉了你的程序区 所以黑客的程序 就这么进来了 所以呢 利用你的什么 人 就入期进来了 所以你的这个机器里面 就变成黑客的控制了 所以就很可怕 对吧 好 另外一个是SAM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是保存的是 学密东西 它是保存在Windows下面的 Windows下面的 GTN3PON FIGO零件下的SAM文件 它把它的所有组 账户信息 还有密码 密码是Hashi的 Hashi密码 它不是经过加密的这样 还有账户的这个SID 好 这个病毒的话呢 也很厉害 这一边是一个ASAM数据库 漏入器 它是一个存这个 密码的一个文件数据库 这个单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 尽管SAM数据库文件 受到了超新的保护 但黑客仍然可以利用 SAM数据库的安全隐患 对本地计算机进行攻击 首先呢 让SAM文件失效 就可以进行攻击 方法主要是改名和删除 一般是就是说 SAM文件是无法被自己打开的 但却可以接触导数的工具 PWDUMP3 先打出SAM文件 然后跟破解工具 LOPH PREC 来破解 把这系统前端的起入系统 进入这个System 并用命名改它 然后用D2命名在删除 然后再删除 删除相机就对 最后修改和删除 SAM文件以后 用光一朵进去登陆 登陆以后 放到一个明目 SAM文件 这系统这种创建 为这个机密密码 和这个销银 其实 这个删除系统里面 有两个影响 比较说 账号全部属于在SAM文件中 因此一旦 SAM被它改动的话 系统就会在行动的时候 犯法错误 被指引起来 这样就崩溃了 而且SAM文件 让结果实在 其中那个销银期间 没有效应和 没有SAM文件 就暴露了 它这个文件 相当于我们的数据空 是吧 口令的一般 就存在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在Uliqus里面 存在这个 ETC木箱的 password 这个文件里面 但是password 你也打不开 一般也打不开 也看不到 是吧 它这个也是什么 里面 都一样 因为你存在密码 你不可能放很多地方 是吧 一旦SAM文件 被人改动 系统将在其中 包括错误病 重新启动 实际上也是崩溃 而且SAM文件 一旦丢失 系统另一个 致命缺陷 没有效应和 恢复SAM文件 这能力就暴露了 不一样 好 这个SAM 口令文件 在这里面 它就有这样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的明期的话 我看到还是有 其他系统的 我们有验证 法力也有 应该是也 还是 但是给粉糖稍微保护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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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